你觉得咖啡师和理发师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我觉得咖啡师和理发师他们都是手艺人 我们去理发的时候 理发师也会询问我们想要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 或是烫一个什么样的头发 去咖啡厅也一样 咖啡师也是需要去询问客人的一个口味需求 想要喝个奶咖 或者是想要喝个单品的咖啡 有酸的有苦的 这些都有 像你们楼下是一个理发店 然后楼上现在是个咖啡厅 其实都是社交场所 底下的理发店因为开了几十年了 进来的客人都是那种年纪很大的客人吗 也不一定 因为现在一些小年轻小朋友 他们都会想要尝试的去做一个复古的发型 做一个算是一个体验吧 他开了几十年了 有很多客人 跟他已经是朋友了之类的这样的关系 甚至于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部分全球人的生活了 那你们店的话才开这么点时间 一年不到吧应该 对 那你有想过说将来也要有一个长久的发展吗 我们也虽然只开了一年不到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喜欢来这里的客人 经常过来 我们也努力吧 我也希望你这个店可以开久一点 等我八十岁的时候才能来这 不是因为这杯咖啡 而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小泥在这 两个人聊的事情已经 那是老泥了 对 老泥 就可能已经不再去聊咖啡的事情了 可能聊一下八十岁的你和我说 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久一些 我们会长命百岁的 好的 我爱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